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目前还没有抓住他们的尾巴 不过我已经安插了眼线 相信这只老狐狸早晚是会落头的 非要轻举妄动 免得打造惊伤 是 辛苦了 加急休息吧 走去吧 船马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龙镇彪在的时候 虽然恒行霸道 但禁言令 还是应该保留下来 咱们不能愧对祖宗 龙城更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我只需要你给我一个营的兵力 我就能生擒张胜发 夺回龙城兵权 韩兄只需要虚张声势地在外围 替我派兵围住龙城 废虎老弟啊 此时动用玉城兵力事件大事 且需从长计议 老弟的心情我怎么能不体谅 只是龙老长官的脾气你也知道 不可动用军权呢 老长官也曾经说过 兄弟之时需要京城团结 我想韩兄也不想看到龙城滑变 陷入一片混乱吧 这样 我今天发个誓 如果此次收复龙城行动失败 一切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如果能顺利地收复龙城 从此以后 我的兵力随时由韩兄调遣 龙老弟 郭华然豪爽义气 此时容我向伤逢请示 谢谢 那行 那我先告辞了 叔叔 真要掉别冒险救龙城啊 他一进我玉城 我就知道是个大麻烦了 救龙城哪像他说的那么容易 只爱于都是蒋武堂的同窗 姑且稳住他罢了 此人自吃轻狗 年轻好胜 不能救刘君主 是个麻烦哪 叔叔 我倒觉得不是什么麻烦 既然他气盛善战 何不让他打先锋 灭了清风寨这个心头大患 正儿有长进 借力打力 妙计 空有一枪报国之志 却落个如此的落魄 非狐兄 其实兄弟心里也是欲结难说啊 想想当年咱们蒋武堂的那些兄弟们 那些个个高寒 是不可不弘义任重而道远的兄弟们 先如今却各怀心思 性格秉直之人 备受乌合之重排挤啊 军队内部 争权夺势 各为私欲 现如今也是一盘散沙 正负腐败 民逢日下 我等空有一枪报国志 却可恨 报国无门哪 若想实现救民于水火 振兴中华之大业 非狐 要令群大盗才是啊 清兵的事 谭团长也有他的难处 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 我再催催他 如果不行 我再从上面疏通一下 你在龙城蒙冤 论公论私 都应该拨乱反朕 张生发那个混蛋 竟然不如他们一条狗 我自以为 我跟我保安团的那些兄弟 可以肝胆相照 可以同甘共苦 却没想到 能失去军心 让张生发这个王八蛋 钻了空子 你知道吗 我的手下带了人去灭门 连老又妇孔都不留下 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我可悲不可悲 飞虎哥 你别说了 你让我说 你一定让我说 你知道 这些话 这些话憋在我心里 快把我憋疯了 我必须把他说出来 我的弟弟 妹妹 被杀了 我爹被人暗算 最后炸得连尸骨都找不到 我 你知道什么叫 你知道什么叫狂妄自大 什么叫自以为是 就他们是我知道吗 是我 我 我小的时候 我是眼睁睁地看到我的娘 被我爹逼得上吊 从那天开始我就恨她 我一恨她就恨了十几年 我恨不得杀了她 我恨她 可最后呢 又是我错了 是我错怪了她 是我白白地 恨了她十几年 让我爹白白地 煎熬了十几年 最后到她临死的时候 我才叫了她一声爹 我 我心里难受 我对不起她 都是那个胡四郎跳舞 为了一己之死颠倒黑白 把我爹诬陷成无恶不作的 杀人魔头 才让我家破人亡 我他们恨不得拿刀戳斥 但是兄弟 我发誓 我要杀了她 我一定要换龙城一个干干净净 说得好 你现在才抢我的废虎哥 咱们俩干 干嘛呢 你大晚上都睡觉 快去 二位好兴致啊 别客了 韩团长让你们两个去团长室 是 有紧急军情商量 上 方长好 军情紧急 没有办法 所以打扰二位 邀请你们来 是想商量一下 怎么个打法 打哪儿 上面下来政务了 攻打清风寨 剿灭山匪 清风寨 龙团长刚兰玉城还不知道 我们玉城也是烟匪横行啊 这个清风寨 是通往贵州的必经之路 这帮毒匪 仗着天险一线天 贩卖和种植鸦片 连我们国军都不放在眼里 就连我们的军用物资 都要绕很远的山路 从外省运过来 就连我们的军用物资 清风寨就好比如耿在喉 是我一块心头之患 只是山路凶险 山匪各个小勇善战 实在是棘兽 飞虎老弟 我有个不情之请 请假 既然老弟来到我玉城 那就是上天助我一臂之力 几年前 老弟在战场上指挥 那是如辟蹊径 有用有谋 还得到了容主席的亲自嘉奖 如今 请老弟亲自参加这次围剿 仰仗你的温陶武略 定能马到成功 团长 这个不妥吧 飞虎兄初来乍到 我军士兵有几个认识他 他既没有正式任命的职务 又没有调兵的权利 你让他怎么带病 我下令谁敢不从 再者说了 飞虎老弟 老兄也是真心为你呀 为你考虑 龙城保安团华便 你可是戴罪之人 上面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 这失职之罪 罪责不清啊 可如果老弟指挥作战 清缴了清风寨 那就是戴罪立功 日后我调动军队 为老弟收回龙城 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然了 我也没有强人所难之一 全由飞虎老弟自己做主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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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那一线天 地势险要 要说是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也不为过 这件事你可要三思啊 没什么可三思的 老韩说得没错 我是个戴罪之人 想调动部队一血前耻 首先必须要戴罪立功 何况这次还是叫毒匪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如果你坚持要带兵 攻打清风寨的话 一定要加倍小心 千万不可鲁莽兴事 谢谢兄弟 让你费心了 谢谢 灯儿 这样的日子 你知道我梦过多少回吗 哭吗 把所有的委屈都过出来 家仇报了 父亲亲家有知 也该命过了 从现在开始 是 我要想 大大方方的想 大大方方的想 那么有奇想 灯儿 我要送你件礼物 什么礼物 好 喜欢吗 喜欢 龙城太平日 就是我迎娶童儿之事 谁 算是求婚吗 算定婚吧 那既然是定婚 我便先留下一只 另一只 等我们搭婚之日 不要你亲自为我戴上 好吗 龙儿 这儿 原谅我 大愁虽宝 但龙城上不太平 再给我些日子 别说了 我懂 你 得好吗 还得好吗 他 还得好吗 怎么办 那不是 你 这也有这个 一天 什么 李eses 等会儿 你在想什么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但是你听了以后 不要生气 说吧 你杀了龙镇彪 和他的儿女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将龙镇的男女老友 斩尽杀绝呢 你真的相信 我会做出这种事情吗 童儿 你这绝非我本意 是汤玛的当人肆意妄媒 才酿成了血染龙啸山的残剧 我心里何长不透 滥杀无辜 我胡四郎 岂不是成了第二个龙镇彪 我在龙镇的这段时间 龙镇的村民 纯朴山 待我不保 都是这些世代的恩怨 涂探了这些无辜的生命 童儿 你是在责怪我铲住了龙镇吗 因我两家和龙镇的血海深仇 你都忘了吗 你不会是在龙镇待的时间久了 日久生情了吧 你怎么会这么烦我 我这次回来 我觉得你陌生 不再想我以前的那个四哥 童儿 龙镇彪 有没有碰过你 你先救我 自己不准备 你先睡吧 我还有一些功夫要搬 不要动 童儿 我这糟老头子 十几年没碰过女人了 心里还是有个坎儿啊 我们来日方长早点睡吧 胡思达 你少不更事 满口胡言 我龙真彪不是恶妃 我们龙寨讲究的是替天行道禁言保民 从不滥杀无辜 我杀毒匪那是杀以警百 警示后人 我在龙寨的这段时间 龙寨的村民 父亲生前射毒的传门 让胡县长给毁了 贾队长 贾白爷 什么事让您亲自光临我的小店 别给我砸了 去 贾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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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犯着什么费啊 妖言祸重 好老天爷 扰乱龙城之安 这罪罐小吧 老天爷啊 这罪我可担当不起啊 老天爷 我求求你了 在龙城求老天爷没用 得求你贾爷我 哎呦 贾爷 小人不知小人该死 贾爷 看在小店平日安分手挤的份儿上 给小人只抄名利 我们是依法办案 秉公执法 对 干我们这差事 也不容易 你土口饭吃不是 撤 撤 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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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四郎身边是这间狗 可真不省油啊 胡先生说贾三元是条疯狗 食不为过 胡四郎平了龙战以后 这个贾三元 倒以功臣自居起来 现在又当了什么 县府保安队的队长 更加肆无忌惮 每天是招摇过市 见肉便抢 见人便摇 真是一条疯狗 嗯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贾三元 就是胡四郎身边的一条狗 生性贪婪 徐大当家的 我们要经常地 喂他一点肉吃 养着他 日后定能为我所用 你说呢 听陆先生的意思 您是要收他 但是 想说这条狗 得想一些办法 愿闻其想 愿闻其想 这是我的醉花楼 不是你的军营 您在我这儿住了好几天 白吃白喝 白抽白睡 我这可是小本生意 怎么经得起你这么折腾 我有钱 我给你钱 我有钱了就给你 我求求你 李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给我 给我钱 我求求你们给我钱 李 您甭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您那俩钱 我说实话还真没看上眼 您要是再不给钱 我让张团长把您领回去 你你你 别他妈跟我提了 你再不拿眼 老头妈咋咋的你 李姨 丫头 快拿眼走的 你快点啊 哎呀 来来来 贾队长会客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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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找贾某有何事 嗨 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请贾队长到这儿 来喝喝茶 咱们交交心 贾某我现在公务繁忙 改天 改天 怎么着贾队长 当上县府的保安队队长了 就瞧不上我这个老顾娇啦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来喝茶喝茶 合适啊 谁都知道贾队长为了龙城的治安 辛苦得很啊 手下还带着一帮的弟兄 这开销肯定是小不了啊 那又如何 从今往后 我醉花楼每月的分红 有您贾队长 一份 七爷 这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吧 我呢 就是为了让您哪 多照顾照顾醉花楼的生意 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 提前打个招呼 我这心里头不就踏实了吗 就这事 就这事 好说 好说 哈哈哈 贾队长 嗯 你是醉花楼的老主顾了 醉花楼的姑娘们伺候的怎么样啊 哎哟 七爷 这 就那几个货色 老子 早就看烦了 老主顾们和你一样 都是喜新厌旧 这不 我特地从外边 招来了一批新的货色 那就是专门伺候你们这些老主顾的 七爷 这 这是好事啊 是好事啊 可是这批货 要想到龙城来 必须得经过汤麻子的码头 这汤麻子 如今是龙城胡县长手下的第一大红人 要想过他这关 怕不那么容易啊 我呸 汤麻子送个屁啊 你以为胡县长真的相信他 他 他就是一个土匪 到关键时候 还得是我们这些子弟兵 七爷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这批货 就说是我贾三元的货 我看他汤麻子敢查 哈哈哈哈哈哈 贾队长 真是个明白人 咱们就说定了 事成之后 我宣某人 必有重献 好说 好说 唐老大 这是我们的税前 好说 走吧 快点快点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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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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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搬啊兄弟们 小把劲儿 来来来 快快快 大哥慢点啊 快点 这箱子里装的什么货啊 从法国来的 巴黎庄园红酒 阿国红酒 谁的货啊 贾爷的货 贾爷 哪个贾爷 贾三元贾爷 脑子不管你什么真爷假爷 我这个爷要验货 唐爷这可真不敢啊 不敢是吗 我打死你了你敢不敢 好 爷爷 你看 汤爷这全是红酒 法国巴黎庄园红酒 都是红酒吗 都是红酒 这里面也是红酒吗 是 是红酒 好 好 好 我 我 好 啊 啊 看你 姐爷 不好了 您的货在码头被人劫了 谁干的 汤麻的 走 是 你可贵儿子 这就是你运的红酒吗 汤爷 真不知道这是 贾爷让我送碎花炉的火 胆子真不小啊 在老子的地盘贩卖厨迹 都给我抓起来 是 汤爷饶命啊 住手 汤爷饶命啊 汤爷饶命啊 饶命啊 我真不知道 汤麻的 这可都是我的货 这是我的人 连狗男后子都会闲事 你个官爷儿子 你也不打听打听 现在这个码头是谁数了算 汤麻的 我可告诉你 这批货 我可是替拐脚老七办的 你要是得罪了七爷 今后找你麻烦 你可别后悔 什么七了八了的 不就是一个瘸子吗 你 少他妈给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 在老子地盘上贩卖厨迹 就是不行 怎么着 贾爷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带上这帮孩子 找四爷聊聊 啊 烫大道点点 有事好说 啊 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啊 挣钱是吧 对 这贵儿子 啊 你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啊 我告诉你 看待四爷的面子 我今天可以放过你 啊 这事我也可以不告诉四爷了 但是 仅此一次 下次再让我知道 你干下流卧错的事 老子我淹了你 来 滚 滚 我 我的祸呢 滚 来 都撤 警察 大哥 把这帮孩子 发了盘战 送回园记 是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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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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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走走 走走走 烦死了 别人走 走走走走 滚 赶紧走走走 滚滚滚 让你滚 今天亲生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习惯 是啊 走开点 走远一点 走远一点 我打你了啊 滚 我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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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把狮子给他们 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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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吃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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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拐卖幼女 什么罪 四岁 碧梁为娼什么罪 杨三爷 四爷 您叫我 带着您的保安队 彻查碎花楼 彻查碎花楼做什么 少啰嗦 快去 找找 我跟您们一起去 爹 喝酒 七爷 七爷不好了 慌什么 什么事 慢慢说 胡四郎 带着人来查咱们醉花楼了 你说什么 说话就到在门口了 马上收拾好各个房间 把东西都藏起来 千万不能给他留下任何的证据 听见没有 去 快去 快去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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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这儿 等我 深入 等我 kriege euros 哈 哈哈 胡大人 什么清方把您推来了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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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所在 走 出来 我的青天大老爷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这儿什么情况 把你吹来了 快点快走 快 快走 平日里请都请不过来您 今天您难得来一趟 我得好好地伺候伺候您 您看我们这姑娘 要什么样有什么样的 您喜欢什么样的 尽管跟我说 保证伺候的您呢 舒舒服服 开开心心的 姑娘 多大了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十八 十 十八 十九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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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Woody 十八 十八 这胡四郎既不是来查大烟 也不是来抓嫖子 怎么到关心 起姑娘们的年龄来了 姬爷啊 是不是在码头上 那串出计的事啊 胡先生 您看上哪个姑娘了 拿下 马头上查出有人 贩卖出计 可是你醉花楼所为啊 胡先生 我们醉花楼 可是正经做生意的人家 那些外妻哀疤的 我们碰都不敢碰啊 那就请你到县府住几日 带老虎 胡先生 胡先生 着急呢 胡先生 冤枉啊 胡先生 冤枉啊 胡先生 胡先生 冤枉啊 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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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水 胡先生 你 我 冤枉啊 快吃 Itu 王子 如果胡四郎 今天不查醉花楼 老子到现在 还被你蒙在鼓里呢 姐 您息怒息怒啊 这事都不能怨我 都怪那汤麻子 少他妈废话 在这件事情上 老子不怨别人 就怨你个兔崽子 老子给你定金 让你办事 结果呢 到头来也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今天无论如何 也得向你讨个说 哎 哎 姐姐 您 您咱有事好商量 您 您的定金 我如数奉还 行 行吗 光还定金就行了 不 我赔钱 我赔 我 我赔您 十个姑娘的钱还不行吗 我告诉你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不还钱 老子要你的命 哎呀 哎 哎 七爷 陆先生 我想来想去 也就您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呢 假队长 钱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必操心 一会儿我就拆人 带你到账房上去知 想知多少 您随意 谢谢 谢谢鲁先生 不必客气 不过 胡县长那儿 你得给我找到一只替罪人 那您的意思是 我去找到一只替网上去 我说 我去找到一只替网上去 感谢观看